這個禮拜五晚上10點 在高雄三民二分局 有個聖誕趴 主角就是蘇瑋碩醫師 被約談 有很多民眾本來要去聲援他 但是民進黨政府發現 苗頭不對 怎麼越打他人越紅 所以這個聖誕趴 突然就喊咖了 今天立法院裡面 這個蔣邦恩他特別問了陳時中 他說到底是不是你告的 陳時中支支吾吾 最後說應該是我告的 蔣邦恩還戳了他兩個點 來聽一下他的質詢 當時行政院發言人丁一鳴 他污止電加使用萊劑 造成電加的損失 衛福部沒有第一時間去告發 因為這裡面相關的 有這些相關的言論其實蠻多 那我們那時候是選擇 對社會影響 選擇性來告發 現在我們有進口萊豬了嗎 現在還沒 講一個不存在台灣的東西 說有造成危害 有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但目前 沒有造成任何公眾或他人的損害 然後蔣邦恩出了兩點 都非常清楚 他說不存在的東西 怎麼會有所謂造成損害 以及說你告發了這個醫師 為什麼不告發丁一鳴 我們先這樣講 陳時中講的話 雖然我們甘逆大不偉逆時中 但他講話幾乎完全不成立 他說我們挑對社會影響最大了 丁一鳴那樣子 簡直三天都是頭版頭 這對社會影響還不大 而且所有的面電生意都掉了七成 對啊 掉那麼多 然後所有個台 都把它做到最頭版頭 蘇貞昌都出來說 再給大家年輕人一個機會 奇怪了 就不給蘇偉說一個機會 所以你說什麼 對社會影響大或不大 不成立 現在來說到底所謂 譬如說損頭版幾倍幾倍 這樣的說法 到底對誰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坦白講 這個東西只有對製造萊克多巴胺的廠商 造成可能的影響 沒有... 據我所知 其實聽說全台灣的搖頭版的業者 生意大受影響 他們說等開放進口 吃這些萊豬就好啦 各位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所有的科學知識 都要由自己判斷 你不要人家講了什麼 你就信什麼 但今天講完鞍 其實抽絲剝繭 一路走到最後 他最後還講了一句話 因為食藥署基本上是 隸屬於衛福部 不太可能由食藥署 單方面出去檢舉 所以問到最後 其實這個阿中部長有一點遲疑 因為蔣安就單刀直入了 他說衛福部告發 所以說是誰的決定 你是部長 那難道不是你的決定嗎 這個陳時中 遲疑了 他說應該是 因為我覺得答案不是 因為他是部長 這個東西如果他蓋公文的話 他一定知道 然後引起社會矚目 他早就知道了 可是因為連退府會 都有加進來一起圍剿 他可以指揮退府會嗎 想當然是更上面的人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這樣講 這個標題沒錯 蘇偉碩越打越紅 但幾乎每一個部分 都在開始下台階了 你知道這邊沒有列出來一個 就是豬農之子 陳吉仲 你知道陳吉仲今天受訪 說以前 這個蘇偉碩跟他是戰友 站在一起 現在是戰犯 不是 人家陳吉仲才沒有像你這樣 不會講話了 陳吉仲說 我們現在依然是好戰友 我想說鬼 你行政院只差沒把他宰了而已 好不好 所以 這個才是假訊息 所以陳吉仲應該晚了 他可能想要拿第一名 陳吉仲這樣講 然後陳時中部長今天也有說 希望他能夠道歉 更正他的訊息之後 我們可以考慮撤告 但有的時候 你知道 衝太前面的人 就是要命 李文中上個禮拜 記不記得 我們休假前 李文中本來要怎麼做 不只割袍斷意 李文中要站出來做人格毀滅 就是來 大家你看到蘇偉碩講的話 我告訴你 你連說他是榮種醫師都不行 因為你看廟了對不對 可是他明明當過 他講前榮種為什麼不行 所以第一個 這個邏輯論證已經很奇怪了對不對 第二個 他又告訴你 院內的講成 一般來講我們是要封存的 我們不會對外面說 沒有 好棒棒 李文中真是一個好的 效忠長官的人 他直接講說他以前在院裡面 怎麼告別人 然後怎麼樣造成院內的紛擾 到後來甚至沒有人願意 來我們這邊真糟糕 所以我們還依法予以免職 但等等 個資法有沒有規定 你不可以指責一個人 把他過去的相關紀錄公布出來 沒有 但顯然李文中 是超法律機關 他照樣說 而且我覺得這個事情 由誰來講都可以 偏偏就是李文中不行 因為他以前被台大退學 所以施教授就說了 他也是違法被台大退學 對 那你是不是不能講說 自己是台大學生 他剛剛各有同理心 好 那我們這樣講 我們必須要說實話 蘇偉碩醫師 其實在精神科醫師的業界 本來就是一半一半 就支持他的人也有 但反對他的人也有 難得少數出來的是洋蔥財 洋蔥財的意思就是 這是科學問題 我們停留在科學問題討論 只要機率不為零 你就不能說他講有影響是錯的 衛福部提告有大砲打小鳥的意味 所以到了最後我們剛剛講 你看陳時中是不是退了 那內幕消息甚至講 有民進黨的政務官說 原來蘇偉碩 我跟你講我今天有遇到小強 遇到強哥 羅志強 對 羅志強說他以前在總統府的時候 蘇偉碩就出來 但他們的評估是 不要正面回應 因為他那個時候 並沒有那麼強大的社會力量 這個民進黨政務官講就是 這社會力量是你打出來的 你把原來人所講的一個科學證據 打成異端邪說 簡直沒把它綁上火刑柱燒死的時候 他就變成劣勢 劣勢根本最難打 陳時中他原本是用食安法辦他 不過現在很多民眾其實被用社違法來辦 什麼是社違法 就是認為說你講的事情 對社會造成動盪的話 就用社違法來辦你 可是你知道嗎 2013年的時候 民進黨的立委 劉建國他曾經就認為說 社違法他講過一個最有名的句子 他說就算是謠言 都應該要保障他的言論自由 你知道嗎 劉建國當年2016年的時候 在立法院他也講過一段話 現在用民進黨的標準來看的話 可能就觸犯了社違法 他當時說 萊克多巴胺這一些瘦肉精的 有很多的問題 讓國人有5%的人尿尿裡面 就已經有瘦肉精 來聽一下他當時的說法 已經在美牛開放進口之前 高達5.56%的國人要被檢驗出來 還有這麼高的 這樣一個瘦肉精的殘餘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去講 好像要轉嫁到台灣的 這些養豬戶 養豬戶 這非常不公平 後來這個事情是真的很聳動 5%的國人在美牛進來之前 就已經尿尿裡面有7種瘦肉精 國務院說 這個研究可能有點失準 但是這樣的話 現在來講有沒有觸犯社違法 我現在密切在關注 就是立院中村師童劉建國 因為他真的長得滿帥的 我們以前在立法院 要說應該也知道 就長說 僅次於你 看起來 沒有啦 當然不要看人家 中村師童 中村師童是我取的 就跟那個名嘴界的阿布寬一樣 那個座度我取的 有事情你取得是不是學很好 我看他禮拜四 20號他要怎麼投 大家注意 從8月28蔡英文總統 在總統府宣布 萊豬明年要來 他們今天中午 差都非常低調 今天中午最新的決議 說一致 表決動作一致 每一次都一致 但是假動以後我沒辦法 我雲林地方有 莊小 我就跟你罰錢就好了 一次表決是5萬塊 有9個新政命令 不知道表決幾次 來 我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就看你的判斷了 因為如果說這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有點脫題 但是同一題 投票的結果有可能造成 下一次不會當選 我相信每個立委都會去想 牛建國就是過去對於萊劑最反的 我還不要講 我今天還沒有準備那個照片 大家都看過了 2013年是誰在雲林開 記者會跟李敬勇講 美豬進口總統下台 就是建國 所以他雲林他是最反萊劑的 牛他都反到底了 豬他說絕對不可能都不用說 而且還包含了 不是健康問題 而是養豬業的經濟產值的問題 他是反到底了 所以從8月到現在 其實他已經躲了好幾個月了 我跟你講 我聽到 我也很難去講 對 我有聽到一個內幕消息 你聽到什麼 很多他們同一個選區 不同陣營的 甚至是同一個陣營裡面的 譬如說都是民進黨裡面 有跟他競爭關係的人 打算要在那一天 在立法院表決的時候 要派自己人專門去拍 拍你怎麼表決 到時候選舉的時候 就要這個畫面來打你 你所有的現在民進黨的 這幾個60幾個的委員 我不知道兩年後 因為台灣的民眾很健忘 可能到時候要決定這個就算了 可是他會去考 明年2月1號就可以開始被提罷免 現在看起來有兩個議員被提 變成社會公敵的人都要就被提 像陳志忠沒過 二階段 可是黃潔 王浩宇就過了 所以其實會有一些壓力 到過頭來看 這個並不是說要去批評 劉進黨委員一個人而已 而是說怎麼會這樣 現在把它翻開來看以後 怎麼都著視經非 確實先講 耀州剛剛講的 2013年我們現在直接把 這個當時的天安翻出來 不要說怎麼會不會說 就在這裡 我們已經把這個重點 做一點這個整理了 2013年的10月23號的時候 劉建國提案 全部都是民進黨立委連署 林佳龍 蔡奇唱 你看這是交通部長 這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這是台南市的市長 高志朋 游民旅下監察院長 監察院的委員 然後趙天麟也是現任立委 人家都有講話的自由 你不可以請我人不可以說 即使是謠言 即使是謠言 意思是說 我如果判斷他是謠言 我都還應該保障他的言論自由 你現在假髒變髒 所以這些 剛剛被我們點名到的 這些過去的民進黨的委員 這一次就被人家提出說 原來有這個案子 跑地法院記者知道 那一般民眾不知道 我們也要跟大家講清楚 這個案子後來沒有過 可是所有連署跟提案 劉建國委員 當時的意見就是 應該人民有講任何話的自由 是不是 謠言都可以講了 因為他可能不知道 現在我們再去問這些委員 你看一個一個來 劉建國委員他其實 我覺得他有點無奈 因為他也沒有很支持萊豬 可是因為黨的政策 第二個 這個跟萊豬有無關 而是謠言 他就說 這個法案沒通過 你現在又拿出來說 或是你逼對什麼 很奇怪 他好像有一點不耐煩 就是你現在又把我的蒼疤挖出來 過去他確實提案了 那也確實沒過了 可是我也必須講一句 建國在那時候的生活是怎麼樣 就是人可以隨便說話 說謠言就沒關係 這是最後事後政府澄清就好了 不要去看老百姓 你的一處是這樣對不對 其他的委員 陳後破說什麼 他說卓氏不一定金飛 卓飛也不一定金氏 這個我其實 我聽了後我覺得有點怪 所以應該卓氏還是卓氏 卓飛也還是卓氏 他說陳後破委員他可能是記者 打電話來問的他有點緊張 應該講說卓氏如果錯了 也可以金飛才對 你怎麼卓氏不一定金飛 如果卓氏不一定金飛 你現在還應該繼續要求 造謠無罪才對 所以說委員你可以自己講錯 邏輯不通 大家等一下自己想一想 管媽說什麼 管媽說這沒過 他的說法跟劉建國一樣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那游美女他現在是監委 他是說直接是不想回應 我跟大家講 這不是說我們要去挖民進黨的 這些過去的黑歷史 萊豬裡面的萊劑 過去是絕對不可以吃的 你看現在楊汝梅也跑出來 對不對 還有包含那個蘇維碩醫師 那你以前為什麼說不行 現在為什麼說可以 以前為什麼說人民可以有言論自由 講謠言都無罪 現在為什麼 每一個人講什麼話不對了 我就設違法 我就送辦 我就警察局晚上喝咖啡 對 警察局那個現在撤回去 變成檢方來辦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 該移送就移送 很好 這個態度是OK的 可是你過去是怎麼講的 所以也就是因為 你的卓士金飛使得這個 被朱信的資深評論員 朱學恆所批評的 十大謠言的這個 就變成是一個笑話了 我坦白講 我也沒有在別的地方 談到這個話題 我剛剛還在跟學恆講 如果民進黨在票選 這個十大的新聞當中 把民眾也討論到了 包含了皇家傳承牛肉麵 跟信公也放進來 然後也真的被票選到 前幾名以後 跟大家講說 這是我們2020犯的錯 跟大家致歉 我們明年不再犯 我還給大家一個讚 結果你結果都是 對自己有利的 對國民黨罵你 全部都變成假新聞 這樣民眾怎麼會幸福 大家也會看報紙 大家也會看你過去 講了什麼東西 你現在前後不一 所以這一點其實 民進黨自己受傷 剛剛學恆講的 你打訴我也說 你原本說實在的 他上個禮拜以前 哪有這麼紅 他現在變成全國知名人物以後 他是一個反萊劑的人 他現在變成這麼高的 全國知名人物 然後他繼續反萊劑 對民進黨馬上要到了 1月1號的萊豬 進到台灣 會有非常嚴重的傷害 好 這禮拜是非常關鍵 立法院就即將要表決 萊豬的九個行政命令 到底哪一些立委是萊委 甚至是獨委 我們到時候就知道 隨機評歌馬上回來